淡水老街阿婆鐵蛋創辦人楊碧雲 今天早上因為腦中風突然倒下 送醫之後強救不治享受八十四歲 消息傳出之後網友們紛紛留言 表示相當感念 也謝謝他多年來對公益的付出 阿婆鐵蛋創立是在一九八零年 是當初淡水最早賣鐵蛋的老店 當初阿婆經營小吃店 乳蛋經過多次的乳製越滷越小 味道也越來越好 意外成為現在的鐵蛋 淡水阿婆也是逐漸成為淡水知名特產 淡水阿婆楊碧雲不只是事業有成 對於回饋地方公益更是不遺餘力 曾經捐助消防弱勢也關懷地方淡水 楊碧雲在今天事事之後 網友在臉書表達不捨之意 也謝謝他多年來對公益社會的回饋 希望他一路好走